汉墨三国人才辈出 既有慷慨贝歌之虎事 也不乏运筹帷幄之侧事 至于忠臣良将的故事 更是数不胜数 但其中却有这样一个人 即便几次背叛自己的主公 却仍被世人视为最典型的忠臣 以至于受到背叛的主公 还觉得自己对不起他 如此奇人究竟是谁 黄泉自公衡 出身益州巴西郡浪中县 年轻的时候在郡中担任郡历 后来被益州牧刘璋 征兆为主部 主部通常都是封江大吏 牧中的心腹 地位崇高 职权重大 黄泉能从地方官吏 一跃来到州最高的军政长官身边做事 可见确实拥有极强的能力 和不错的声望 靖安十六年的益州 外游中原曹操和汉中张鲁的威胁 内有豪强汉将 桀骜不驯 刘璋为了稳定内外局势 便想邀请当时正驻军荆州的刘备 入属作为帮手 黄泉一眼看出 刘备的到来将对刘璋在一州统治 产生巨大的威胁 立即向刘璋劝谏阻拦刘备 但是刘璋没有采纳 派遣法政继续迎接刘备 将黄泉外放去广汉县当县长 后来刘备果然和刘璋反目 并率军南下进攻刘璋 刘备的军队久经沙场 战斗力强劲 刘备分派将领进攻一州各郡县 大部分郡县都望风而降 只有黄泉紧闭成门 坚决不详 直到刘备攻下刘璋的大本营 成都 刘璋本人投降了刘备 劝说黄泉也投降 黄泉才奉命打开城门 黄泉劝说刘璋拒绝刘备 这是不掺杂私人恩怨的尽忠职守 后来即便刘璋行事不利 依然俱成坚守 更是死心塌地不背叛 刘备对黄泉的气节和忠诚 十分赞赏 对他的能力和威望也颇为倚重 封他为偏将军统帅军队 同时期刘备军中职位最高的是 平熙将军 马超 其次是荡寇将军 关羽 征鲁将军 张飞 陶鲁将军 黄忠 义军将军 赵云等 黄泉的偏将军级别相对较低 但考虑此时刘备军中占主导地位的 基本都是从中原 荆州等地带来的元老嫡系 黄泉从文职转武职 取得一席之地掌握兵权 可见素有识人之名的刘备 认可他的军事才能 准备加以重用 很快 黄泉便得到了施展的机会 建安二十年十一月 曹操攻破汉中 张鲁逃亡到了益州北部 黄泉看出汉中的显要地位 立刻向刘备提出 一定要夺取汉中 否则益州就会受到威胁 这一提议和诸葛亮的龙中队 以及法政的汉中策不谋而合 当时刘备正在荆州争夺南三郡 得到汉中战事的消息 最少要迟数十天 如果黄泉在一周 不便快速向坐镇荆州的刘备提出建议 又据黄泉提出建议的形式判断 他采取的是口头而非书信奏报 种种迹象说明 黄泉就在刘备身边出谋划策 黄泉应该是刘备军中 最早提出攻取汉中战略的人 刘备对黄泉的建议表示认可 很快回十一周 随即任命黄泉为护军率军北上 护军负责统都诸将 黄泉担任这个职位 就具有率领诸将进行独立作战的权利 意义重大 而作为先锋先行前往汉中附近 更显示出黄泉在夺取汉中这一系列战事中 举足轻重的地位 黄泉率军先行 从当时的形势看 首要目的应该是为了接应张鲁 如果得到张鲁 势必能为后续进攻汉中提供便利 不过张鲁在黄泉抵达前 就回汉中投降曹操了 虽然史料中没有记载 黄泉这支军队经历了战事 但按照军事常理 黄泉必然会对汉中周边形势展开调查 甚至建立两战等据点 提前为后续主力大军的到来提供支援 之后刘备又听从了黄泉的计策 提前击破有意投靠曹操的 八军从人首领渡货 七姓以往普湖等部落 稳定了益州北部的局势 使得后续几方军队 能够全力以赴攻打汉中 没有后顾之忧 再看三国制着重提到 刘备攻打汉中的全过程主要出自黄泉谋划 可见并非空穴来风 相比起活跃在前台的法政等谋事 黄泉是可谓幕后英雄 刘备夺取汉中后 敬畏汉中王 先领益州目 黄泉改任益州目至终从事 继续在刘备身边出谋划策 蜀汉张武元年 刘备称帝 为了夺回荆州 亲自率军大举征伐孙武 黄泉历见不可 然而刘备心意已决 黄泉历见刘备 是为尽忠职守 而他后续发现 无法动摇刘备的意志 居然转而请求担任先锋 更可见忠肝义胆 由于孙武之前夺取了荆州 刘备率军攻打孙武的时候 两国战线已经移动到了乌山附近 长江三峡成为主要通道 刘备的主力大军 走长江南线主攻孙武 而黄泉则率领军队走长江北线 一方面侧应刘备的主力大军 另一方面防范北方曹魏 有可能的突然袭击 一陵之战 刘备在前期取得战略优势的情况下 遭到孙武方反击大败 南线蜀汉大军土崩瓦解 孙武水军控制长江水道 切断了南北线蜀汉军队的联络 黄泉得不到刘备指令 难以自行歧视 而且按照其人的品行 也不可能丢下刘备不管 只能率军暂时后撤 等到最后局势明朗 黄泉发现 北线蜀汉军队返回益州的路线 已经被孙武军完全切断 陷入绝路 他的家人都在益州 如果他没心没肺 自然可以抛下军队 孤身返回益州 但他权衡再三后 没有放弃军队 让兵士们自身自灭 而是决定投降 当然 投降的对象 不可能是正在交战的孙武 而是曹魏 也只有如此 才能让他的负罪感降低些许 曹魏皇帝曹丕 对黄泉的投奔很高兴 见到黄泉后 故意问他 是不是效仿秦末陈平韩信 弃暗投明 言下之意 是顺天而行 自闭汉高祖 可是黄泉却称 自己受刘备知欲大恩 投降是万不得已 不敢和先贤相比 回答相当诚实 作为祥臣 不讨新主的好 毫无谄媚之语 足见正直之心 有传言说 刘备杀了黄泉的妻子 黄泉不信 说刘备以恩义待人 不会辜负自己 事实证明 黄泉家人确实平安 刘备得知黄泉投降后 并没有按照律法 抓捕他的家人 而是觉得 自己对不起黄泉 应该是认为自己 没有听取黄泉的建议 导致失败 更导致黄泉不得不投降曹魏 非常不好的名审 因此 黄泉的家人 在蜀汉生活依旧如初 黄泉的儿子黄虫 后来成为了蜀汉的官员 当然 刘备不计较黄泉投降之事 也有功利的考虑 毕竟跟着黄泉投降的 还有数万将士 作为主帅的黄泉 家人没事 其他降将降兵 就不用担心有事 一旦如果有心有机会 就像廖话那样 还是可以回归的 以至于连早就被叛的孟达 后来都觉得 回归蜀汉 是条出路 刘备并逝 为国群臣 互相敬赫 唯独黄泉沉默 不发一眼 坦荡地表示 对雇主逝去的哀张 黄泉带领的军队 投降曹魏后 待遇极为夸张 封侯者四十二人 败将者上百人 他本人到了晚年 官至车骑将军 开辅 一同三思 当时曹魏朝廷 地位比他高的 只有太傅司马懿 大将军曹爽 太魏满宠 司空崔玲 司徒魏征 五人而已 司马懿对黄泉很看重 在给诸葛亮的书信中 特别赞扬黄泉 曹魏后代黄泉 自然有千金买骨的意思在里面 但中黄泉一生 从未给曹魏 真正出谋划策过 从骨子里 还是以蜀汉臣子自居 言语之中 也时常透露出 对蜀汉的怀念和向往 曹魏正史元年 黄泉叙事 嗜好 井 按照适法解的说法 井是上士 符合黄泉 忠贱与主 弘雅思良 筹划友方的风格 他留在蜀汉的儿子 黄崇 后来跟随诸葛亮之子 诸葛瞻 抗击曹魏军队 最后战死沙场 用事实证明了 黄是一门 并非孬种 黄泉在曹魏的最后几年 虽然官运亨通 但想必是悲切惆怅的 投靠刘章 刘章却暗若 不能重用他 受刘备击中 真要大展才能 见夜未伴 却被迫远离故国 投降敌国 不忘旧恩 心念雇主 却因身在曹魏 不得已谢绝 与蜀汉的一切往来 虽有梁子 却一在曹魏 遗留蜀汉 互为敌手 南降天伦 他的一生 实在满在对命运的 无力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超弹